公共艺术作品 绝大多数都是在一般可及的公共环境里头 那公共环境可能包括了室内 包括了户外 在作品完成之后 它在公共空间里头 其实不可避免的 会有环境的因素 去影响作品的品质 在公共艺术设置办法里头已经有规定了 就是单位要定期编列预算 然后依据艺术家所提供的维护管理的方式来执行 一般管理单位应该要做好 第一个是日常的维护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日常的清洁整理 那另外呢 就是根据艺术家在艺术作品设置完成之后 所提供的这个维护保养的程序 做定期的维护 那因为有一些也许周期是半年 有一些也许是三个月 那这个部分就必须要根据艺术家所提供的资料 来做定期的维护 大部分的公共艺术作品的材质 最多的大概就是不锈钢的作品 那第二种类型就是食材 那第三种就是也许是青铜或铝制的这些作品 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影片的目的主要就是针对主要的三种材质的作品 那希望说能够透过专家的解释说明 能够让这个管理单位 能够了解到一些基本维护的概念跟尝试 感谢观看